有人跟我約 早上九點半要出門 結果現在時間已經是十點零四分 他打來說 他現在剛出門 你有什麼要辯解的嗎 上個禮拜的影片 Ending 的部分 非常的黑暗 我們好像所有在粉絲團上面 留言 鼓勵我 安慰我 給我很多正能量的你們說謝謝 因為你們的正能量太有用了 最後應該是個好消息 我事後再來跟大家公布 還要感謝很多在YouTube上面 我完全不認識的網友們 空拍機的機友們的經驗分享 然後告訴我很多 我們這種初學者應該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是哪一些地段應該要避免的 然後還貼了很多其他人炸雞的片段給我看 感謝大家的 不是炸雞 是砰 炸雞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不會那麼的黑暗 因為我們今天要出遊 要去宜蘭幫五一的閨蜜慶生 是你閨蜜嗎 猶豫的點是 這是今天的貴婦 我今天讓你當一天的貴婦 真的嗎 然後我是司機 她是司機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不用擬她 哈哈哈 我們準備要進入雪碎了 第一站 午餐要吃的是龍記牛肉麵 目的地在您的右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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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龍記者 欸 少女 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在什麼地方 這樣在偷稱火車站前面 呵呵 在網路上面找到 聽說很有名 大概要等幾組啊 幾組啊 嗯 還有這些 這是這些喔 對 剛剛不知道什麼 一到十分妳可以幾分 真的嗎 沒有 沒有 是三分 我們還是等牛肉麵來好了 我們點了一碗牛肉麵跟一碗牛肉湯麵 如果不是放味素的話 就真的很厲害 很好喝 上面有一種中藥味在裡面 對 它是好喝的中藥味牛肉湯 麵很普通 它肉很厲害 喔 這肉很厲害 真的嗎 它有雞 喔 喔 肉好厲害喔 因為它的肉很嫩 非常的滑順 不會吃起來像柴柴這樣子 來 今天的貴婦告訴我們 以環境的整潔來說幾分 8分 8分 蠻同意 而且它的筷子還有 還有消毒的 那個專門削筷子毒的那個 它的那個醬料的罐子都不會 好像那種很髒 然後黏黏這樣吃 黏黏的 原因就是不夠冷 喔對 因為夏天來吃這個超熱 喔 旁邊剛剛有沒有看到 它有自己的停車場 但是因為平常來的時候人都太多 像我們剛剛來的時候 停車場也都是滿的 嗯 那食物的美味 10分 有那麼厲害嗎 您誇張了吧 很乾淨的牛湯 美中不足就是那個麵 對 你也只要普通 但是牛肉的話 超大塊 價位咧 適合月初吃 適合月初吃 一碗牛肉麵 150 然後牛肉湯的話 是沒有麵 但是肉比較多 190 我們今天大概排了半小時 然後進去做菜之後 再等了20分鐘才上菜 就覺得出菜的速度有一點 燒慢了一點點 如果以觀光客來說的話 來可以嘗試看看 但是如果要等一兩個小時的話 就 就算了吧 那下一站要去哪裡 去冰店 馬上就去冰店 馬上就去冰店 藍陽技術學院 應該是沒有人在旅遊的時候會安排這個景點 今天會有這個景點都是因為它 因為我 謝謝 很貼心 今天會安排進來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要來回憶一下他20年前在這裡念書的時候 有20年前嗎 聽說當年還因為煞車沒有畢業典禮 對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5點鐘 我們要來吃冰 這家 這家 叫什麼 小良原冰果市 進來的感覺有點像傳統冰果市 宜蘭的好風景 今天天氣沒有很熱 然後現在有風 感覺就很舒服 就看著 這叫什麼 藍陽溪是不是 某一條小溪 某一條小溪是 中間 終於到餐廳了 找停車位 找了20分鐘 有吧 牙齒要來了 牙齒要來了 好 我們先來吃第一道 高渣 宜蘭高渣 然後要沾一點胡椒粉來吃 有點像年糕 宜蘭的風心菜 棒都很大 忘了說 這一家叫做德意樓 這個是德意豆腐堡 好吃 是家店的招牌 其實主菜是烤鴨 這什麼皮啊 它的皮是綠色的耶 一般是白色的吧 因為我們的廚師用 宜蘭三星蔥那個嗎 那個春日氣外面一般都是白色的 對啊對啊對啊 都比較有特色 我們會手工的 它要先烤煮的 我們吃吃就還要再燒 還那麼Q對不對 東西不一樣 原來 有聽到嗎 我剛剛是講說 因為吃牙肉 我很怕吃那個皮 因為 感覺皮就有很多脂肪 來我們聽一下貴婦怎麼回答 吃烤鴨就要吃皮 不然你活著要幹嘛 生日快樂 謝謝 有什麼感想 很開心 而且今天去的是不一樣的地方 有回憶到嗎 有 回憶滿滿 而且不想做了 好 今天的宜蘭一日遊就到這邊結束了 掰掰 掰掰